2月6日 由美国新闻宿地主办的 从京剧到美剧 现代版李小龙闯荡好莱坞 打出新天地 新闻发布会 在美国洛杉矶举行 主办方向新闻媒体 介绍了一个京剧之星 从一个深夜的新闻 有残疾的中国少年 到美国好莱坞动作导演和演员 也被好莱坞业内称为 中国版的李小龙的励志故事 主要的使命就是 发展我们的电影 然后把京剧 能不能带到电影里面 包括我刚刚 自己自编自导自演的 这部电影叫做Persive 然后讲述的其实也是 我自己一个个人的人生经历 通过一个怎么说来一个瘫痪的人 然后再回到他自己 武打的艺术生涯里面 李洋的故事已被拍成短剧 近期正酝酿以他为主演 拍一部好莱坞大片 通过这一部电影呢 那么我也参加了很多美国这边的电影节 也受到了很多production company的好评 包括导演们的这些喜爱 然后我们现在在合作准备要把这部短片拍成一部好莱坞的大片 那么讲述的其实就是说很像李小龙的故事 也是很多社会人士给我封了一个称号叫做现代版的李小龙 2010年在参加CCTV举办的血精赛期间 被拿到好的名次 我自己由于身体的过度疲劳 导致自己得了脑梗 那么我是右侧肢体偏瘫 完全不能动 在医院里面大概是住了有一个半月的时间 当初这是我人生的最大低谷 这也是说为什么李小龙的人生在我的生活当中体现出来 这个经历是他成长中非常大的打击 同时也改变了他的人生 然后我是经过了很多刻苦的训练 包括捡豆子啊 拿筷子啊 写字啊 走路啊 这些我们儿时不曾记得的记忆 都有在我自己人生当中体现出来 虽然没能完成比赛 恢复后他又站在了舞台上 在中国戏学员毕业之后呢 我来到了纽约 但是刚到纽约想接触到电影的时候 发现我自己哎呀 不会讲英文 听不懂看不懂怎么办 学吧 因为原来学京剧的时候从来是 我们不需要英文嘛 对不对 来到纽约学习一年英文 然后又有幸考入了New York Film Academy 这座电影学校 那么在这边呢 通过我自己的京剧 然后又接触到了纽约立恩社 在2015年的时候 我从纽约 然后来到了洛杉矶 这一个好莱坞的基地 也是影视发源地 在这边想发展我自己的表演艺术 影视表演艺术 毕业之际他把自己的人生经历 写进了毕业电影里 在此期间呢 我还参加过很多的电影动作指导 还有拍摄 包括Fate 还有Listen to the Bridge 等等等等等等 这些片子 那么这些片子也都参加了很多的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也获得了很多的奖励 那么我是非常非常高兴 包括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还参加了一个澳大利亚Production Company 叫做Scooble 我们拍摄了将近超过100多集的 Kids Education TV Show 那么我们现在也是在继续合作 很有可能 马上在这个月中旬 我们可能要去到Houston 在那边要继续再拍 可能甚至要100或者200多集的 Kids Education TV Show 经历了风雨人生 他又有幸结识了李小龙先生的传人 包括我的师父黄先生 他是李小龙先生的敌传弟子 有幸跟黄先生学习 黄先生又帮我恢复了右侧肢体 然后我自己没想到我又能打了 这个是我特别特别高兴的 也启发我自己拍摄了我自己的这部电影 Persevere 中文的话我起名叫做恒 李扬的故事也感动了很多热心人士 美国新闻宿地今天特意召开这个发布会 来推荐李扬这个优秀的中国的青年演员 我们的目的呢 是主要是为了向大家展示 他这个身残 质不残 顽强的拼搏的 这种精神 另外呢 他也是中国戏曲学院毕业生 然后在纽约的电影学院毕业 所以等于是一个贯通中西的人才 我们非常希望这些年轻人 在人生的起步的阶段 能够把他们的优秀品质 能够展示给社会 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 做成模范的榜样 另外呢 也希望这样的年轻人 在他们的人生的初始阶段呢 能够得到各界的支持 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当地的侨团社团代表 媒体负责人 影视界专家 学者 导演 以及数家媒体记者 出席了新闻发布会 美国新闻速递 洛杉矶报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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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有人在